在佛门中会以龙像 辟育菩萨之威仪 妙好无比 佛门龙像是用来赞叹 或祝福佛门的出家人 只修行很勇猛 而且具有大力的人 因为龙像的威猛力 难吹怨敌 所以以此辟育 入道之人 难断烦恼 未得高远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种树 就是开花 对开花 那个话也是很香的 眼点很多的 这边我没看过 那另外一个就是 阿罗汉 大家知道吧 阿罗汉 哪个也是叫做阿罗汉 那我希望 那这个法师的 乌坝加雅 师父 我知道 师父的师父 哪个师父的师父 对不对 那个师父取得名字很好 哪个 那这个哪个呢 最后应该名字是阿罗汉 对不对 那现在师父也是修 修成 那我们南传佛教的目的 就是什么 最后一个目的是涅槃 对不对 涅槃 那阿罗汉 那阿罗汉就是已经得到 涅槃的 人了 人也会有 还有宠教人 出家 那我希望也祝福 哪个法师 哪个法师 能够修到 占得阿罗汉果 好 那 那 那 这边 招待的 功德主 一切 新徒们 也能够 得到 真道 阿罗汉果 所谓欲为佛门龙相 先做众生马牛 以龙相 辟喻菩萨之威仪 妙好无比 想要圆成佛道 要先发菩提心 普及一切 令诸众生 必尽力苦得乐 说法度众 是众生去除烦恼 会人群不悟 行菩萨道 就像大象般慈悲 像龙一样 有求必应 十方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 所以呢